明太祖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 四皇子朱棣并不是他最偏爱的儿子 然而初次挂帅徒征 朱棣志勇双全的出色表现 就让朱元璋十分惊喜 那么朱棣怎样取得了自己政治征途中的第一个胜利 凭借这些又能否为他继承皇位创造机遇呢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献上 讲住永乐大帝第六集牛刀小事 敬请关注 朱元璋会的确保朱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的统治下去 一方面加强君主专制层治 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另一方面 他把自己的24个儿子封为亲王 分住全国各个战略要地 想通过他们来确保王室的稳定 然而皇子们能否不如使命 朱元璋决定安排一次真刀真枪的军事考试 检验一下儿子们的实战能力 那么一直以来都盼望成为主帅 发兵权战的燕王朱棣 在这次实战考试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献上 讲述永乐大帝第六集牛刀小事 古武23年 也就是公元1390年的时候 刚刚过了春节 朱棣就接到了一个命令 就命令他率师出征 这个时候有一个军事情报 说北原有一支队伍在北方有活动的意向 所以要派军队去征讨 其实北原的这支军队 是一个力量并不强大的一支队伍 他的首领是北原的一个太尉 叫奶儿不花 大概这支军队连上能够作战的人员和家属 所有人都算上也就是万把人的样子 那么为什么得到了这样一个军事情报以后 朱元璋就立刻下令要去征讨呢 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的用心 他是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做一个试验 试什么呢 试试他的这些儿子能不能真正的取代功臣 可以在北边打仗 所以当时呢 他命令了两个儿子参与这个行动 一个呢 就是燕王朱棣 还有一个呢 是晋王朱刚 两个人分兵两路 一个从北平 一个从太原 分别率领军队出发 都去来征讨同一支只有万把人的 这样的一支北原的队伍 朱元璋就是想看看 我让我儿子来代替功臣们来在北边打仗 他们能不能承担这个重任 虽说是一个试验 可是这个试验跟以前的试验可不一样 以前他可以让他儿子去参与军队的活动 让他去参加军事训练 甚至于和这个北边的军队的将领们在一起 但是都是练兵 不是真正的作战 这一次虽然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场大战 但是它是一场真正的战争 真正有敌人的 不是演习 而且这次作战应该说 有很多困难 首先一个困难 冬天 北边 刚刚过完春节的冬天 军队要到更北的地方去作战 可能大家去过北边的人都知道 这个时候的北方是很冷的 在明朝那个时候 就有我们今天所说的 叫做阳沙 就这种大漠阳城这种天气 如果有雪的话 就是白雪纷飞的这种天气 当地人就叫 黄沙就叫黄毛糊糊 雪洋起来就叫白毛糊糊 那是很可怕的 明朝的军队有北方人 但是军队里还有南方人 对吧 就算是北方人也是在关内这一带的活动 真正的关外的这个地方去 他们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困难 第二个困难 但是一片茫园 一万多的军队上哪儿就着呢 不要说一万多军队 是吧 就是十几万甚至于几十万的军队 在北方这么宽阔的草原上面 也是踪迹难寻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困难 那么第三个困难 大家知道 朱棣虽然是参与了很多北方的军事活动 但是真正的和敌人面对面的打仗 他还没有 这是头一次 所以很多困难考验着他 他能不能把这场仗打好呢 朱棣呢 就这样带着军队就出征了 朱棣对父皇的用意心之肚明 此次出征 无疑是一次试探性的考试 如果自己表现出色 将来必定会有好的前途 然而这不仅是朱棣第一次率兵当仗 而且情况艰险困难重重 尽管阎王朱棣雄心勃勃 但毕竟是突出茅廉 他将如何应对考验 独自只会作战 他能够驾驭全群吗 这个人是一个天才 是一个战争的天才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敌人在哪 我们带着这么多军队出征了 我们要去打敌人 这敌人在哪呢 我能带着这么多军队出去 到处去找敌人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跟他的部下商量 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是必须知道敌人在哪 我们才能够行动 否则的话 就变成盲动了 于是就派出了侦察兵 到处侦察 果然就有消息了 说找到了 说现在这支部队在什么地方 第二步就是率领大军征讨 这支军队在征讨的路上 就碰到了我跟大家讲过的 叫白毛糊糊 就是大风雪 风雪交加的时候 军队就为难了 很多将士就说 这么大风雪怎么前进 在这么冷的天气里边 怎么往前走 朱棣说 他说我们冷 人家也冷 大家都在一块地方 而且这种天气下 我们前进 对方不容易了解 他想不到 你们这么坏的天气下 还能来 而且不容易暴露我们 大家觉得说的有理 于是朱棣就督促着这支军队 真正的就来到了敌人附近 到了敌人附近以后 他没有让军队马上行动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如果这时候军队突然袭击过去了 对手一定被打散了 打散了以后 分成小谷 跑到整个的草原上去 就没办法再找到 怎么能够把这支敌人的队伍全数的给他 俘获 这叫废脑筋了 这个时候 朱棣手下的年轻将领就说话了 有一个将领叫同官 这个人就跟朱棣说 他说 我当年在北方军队里的时候认识乃儿不华 我跟他熟悉 我们关系还不错 我去劝降好不好 朱棣说 好 你有把握吗 他说我试试 如果我要劝降不行 我们只好大军突袭了 而且这个时候他准备更不充足 这样我们更容易得手 于是这个年轻将领就到了乃儿不华的营帐里 两个人 老朋友一见面很高兴 大家都知道蒙古人是很好客的 看到了以后非常高兴 马上摆下酒席 两个人就举杯 就喝起酒来了 喝着喝着 这个铜冠就把燕王的军队马上就到了 这些情况都高了 这时候 这个燕王的军队固然就已经逼进了营门了 这个男人一看不行 马上让人准备 马屁准备逃跑 这个铜冠就劝他了 说你不要跑了 现在跑也跑不了了 说我劝你不如归附 燕王这个人如何如何好 如何如何待人 说你去了以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说这男人不花一看大势已去 想跑也跑不了了 而且军队散了以后 自己的整个的势力都没有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归顺了 于是 这个铜冠就把男人不花带着就到了朱棣的大营里边 朱棣一看他来了以后 在那儿也是设下酒宴来款待他 像老朋友一样的对待他 等到这个乃儿不花 酒足饭饱再回到自己的营房里去的时候 那所有他的属下都放心了 说没问题 人家对咱们不错 咱们就归顺了吧 结果朱棣的第一次出兵大获全胜 而且把他们要征讨的这支部队全数的给带回来了 归降了 大家说了 不是还有一个晋王也带着军队出征了吗 对啊 晋王也出征了 大家知道晋王这个人很能干 很聪明 但是他和燕王不能相比 为什么呢 聪明外露 平时很像样子 什么事情都反映得很机敏 碰到动真格的时候 不行了 没有朱棣去作战的这一套部署 他也带着不少的军队 出征乃而不花 大家热热闹闹出征了 出去以后就到处找 没有几天就找不下去了 你想想 上万的这个军马 带着资种粮草 在这么冷的天气 在北国荒原上转来转去 再说这个晋王本身 就是个公子哥 对吧 他不是吃东西路上 吃得不高兴了就打厨子吗 所以他爸爸 朱元璋很担心 怕厨子给他下毒药 赶快派人送信 告诉他 说你可别打厨子 打谁都行 你打了厨子 他给你下药太容易了 这么一个公子哥 所以他出去以后 无功而还 你看两个人一笔 差别出来了 说到这儿 就得说有一个小插曲 这次出征之前 朱元璋他是偏心眼 他喜欢晋王 这我们以前说过的 于是他就给晋王的赏子 他认为这个晋王一定能成功 这么一个聪明儿子 又能干 此举必成 所以在出征之前 他就派人 送了一百万订的钞 作为奖金 提前发放 结果晋王 结果晋王一事无成 无功而返 燕王成功了 立下大功了 朱元璋 又派人 送了一百万订的钞 给燕王 摆平了 可是我们想一想 那能摆平吗 一个是活还没干 先发奖金 一个是干了活 而且干得漂亮 后发的奖金 所以朱元璋的偏心 我们能看得出来的 但是有一点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朱棣 他的地位在上升 本来一个不起眼的老四 你看通过这一次出征 不仅超过了老二 秦王 超过了老三 晋王 两个哥哥都让他比下去了 这个老二 秦王 是很不争气的 所以这次出征 朱元璋根本就没让他去 老三虽然去了 但是败在了朱棣的手里 所以这场战争打完了以后 朱元璋很高兴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净沙漠者燕王也 说平定沙漠这件事情 靠我这老四了 燕王了 朕从此勿北故之忧 说我从此北边我放心了 这话说的 一听就能听出里边的味道了 你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当年徐达在那 后来兰玉 这么多大将在那边守卫着 你怎么不放心呢 就你这儿子出去打了这么一个小小的胜仗 你就放心了 你看 他的心思 一说就暴露出来了 他就是想让他的儿子 取代这些功臣 朱元璋把国都建立在南京 距离北方比较远 在当时 所有人心里都很明白 这个就叫做 边长莫及 对北方的事情 他想关心想管 但是因为距离远 很难控制 如果把一个功臣放到那去 这个功臣逐渐势力强大了 他很不踏实 他的儿子在那 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放心的 所以他儿子能打仗了 能够取代功臣了 他不放心了吗 他这一放心不得了啊 我们原来讲过 红武十三年 有一个胡威庸案 把丞相胡威庸给杀了 诸连了功臣 数以万计 这回啊 十年过去了 整整十年 诸连章 就案重提 他指使一个御史啊 说再 你写个奏书 告这个李善长 前任的丞相 李善长 是吧 说他也仍然是胡威庸案里的人 于是又杀了一批功臣 你说这个朱棣啊 他的整个一个成长 就伴随着杀功臣 他每往上走一步 这功臣们就倒霉一步 功臣们越倒霉 他的地位就越高 朱元璋的时代啊 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怪圈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对于朱棣的初次处征 后世的史学家有这样的评论 他是凭着自身的勇气 毅力和才能 赢得了人生政治征途上的第一个胜利 俗话说三十而立 朱棣这一年正好三十岁 他用这场征战的胜利 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才华 朱棣除了在战场上又出色表现 与其他皇子相比 朱棣还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朱元璋把秦王晋王燕王 派在了北方三个重镇 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手边 可是这儿子们的水平也不一样 能力也不一样 为人也不一样 秦王就不行 晋王和燕王是要好一些 秦王不但不行 没有本事还老出事 到了洪武二十四年 就有人告发秦王 说他做些违法之事 这个藩王违法 大家要知道就是两种事情 一种事情就是在当地胡作非为 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再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威胁了皇位的继承 我们原来前面讲过就叫夺敌 有夺敌之心 秦王究竟是什么 他是在当地做了违法的事情呢 还是有夺敌之心 史书上没有记载 但是就是说他有违法之事 朱元璋很生气 就把他召回南京 教训了一番 教训完了还不说 还把太子朱镖派到了陕西去 说你到那去 给我调查调查他 看看他在那还干了些什么事情 这朱镖去了 回来还替秦王兄弟说了不少的好话 这样朱元璋才算平静下来了 又把秦王派回去了 没有多久 又有人告发晋王 说晋王也有违法之事 也做了一些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当地违法 还是有夺敌之心的事情 反正有违法之事 朱元璋只好又把晋王又训诫了一番 这个事情很怪 在诗书上 有这么一个记载 说太祖朱元璋训诫了晋王朱刚以后 晋王自事折劫 从此就改得不那么张扬跋扈了 知道办事有理 温和了许多 从此就变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反正我读书读到这 我觉得怪怪的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这么多年养成的毛病 就他爸爸找他谈了一次话 这么一个思想工作就自视折劫就变了 不知道朱元璋跟他谈了些什么 总之 他变了 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小谜团 无解的谜团 是朱元璋承诺的 承诺了他什么 还是说 朱元璋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我们都不知道 总之他也有违法之事 也有人举报 也挨了批评 唯独燕王没有 我们翻遍了史书 也找不到 燕王被人告发举报的这样的记载 没有 有一条记载 这条记载 不在我们中国的史料上 在朝鲜的史料上 有一条记载 这个朝鲜的豊朝实录 里边有这么一段记载 说 也就是在秦王晋王 被朱元璋批评的这个时候 红武24年 一个朝鲜的史臣 叫赵俊 他到南京去 给朱元璋祝寿 等于是一个外交使节 来给中国的皇帝去祝寿 路过北平 燕王在这 他就到燕王府去拜见燕王 燕王一看 是给自己父亲来祝寿的 又是外国的重要的史臣 当然就是很隆重的接待了他 接待完了以后 这个史臣出去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王有大志 奇异待不在外藩户 说燕王 他有大志向 他恐怕不是能够一直就做这么一个藩王 你看 有人看出来 看出来他有想当皇帝的野心 可是朱元璋怎么不知道呢 怎么没有关于其他人知道的这种记载呢 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原因 大家知道 朱棣这个人 他的性格上比较内向 诚服很深 他不张扬 不喜欢乱讲 第二个 他这个人就长期在北方作战 他的心思就是我通过作战 通过和当地的将领 接触发展自己势力 干实实在在的事 不玩那些虚的东西 不诚意识之口快 说点这句话 他不说 所以朱元璋也见不着他 他不乱讲 又见不着他 第三个更重要 大家都知道 他对下人好 你看他对下边的将领 多么好 他还没有去作战 发现谁有功劳 请到王府来 招待人家 对所有的这些将领们 都是非常尊重 体贴 关心 所以这些人都肯给他卖命 没有人说的坏话 他就算有点什么事情暴露了 也没人举报他 他实际上有没有呢 他肯定有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到南京 给他的那个马皇后 母亲去奔丧 奔丧的时候就得到了道眼和尚 这和尚一见他面 第一句话就说 我要给大王一顶白帽子戴 给一个黄 上面加一个白当皇上 这些事情都有的 可是他就居然能够把这么大的事情都掩盖下来了 所以这就是他 与众不同之处 所以呢 不管你京城那儿闹腾什么事情 不管你那儿干什么 他就一件事 踏踏实实 让我怎么去打仗 我就怎么打仗 让我争讨谁 我就争讨谁 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 朱棣十一岁受命称为燕王 二十一岁来到北平 前后有近二十年独霸一方的经验 不仅如此 由于他能争善战 功绩卓助 得到了父亲朱元璋的信赖与器重 军权日重 兵马健强 在诸多藩法中 地位独尊 然而无论朱棣多么出类麻醉 都无法让他顺理成章的登上皇位 因为作为敌长子的太子无标 才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 但是就在此时 功绩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事 让朱元璋不得不重新考虑太子的人选 就在这个时候 出事了 出了一件大事 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太子朱镖 不是受了他的父亲的命令 到陕西去做调查吗 他调查完了 回来以后 说了他的弟弟很多好话 他父亲就原谅了他的弟弟 可是朱镖 却因为这趟出差 得了病 一病不起 到了第二年 死了 三十七八岁 就突然之间去世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然也出乎朱元璋的预料 朱镖一死 这问题可就大了 大家知道朱元璋原来有一套计划 让他的大儿子朱镖 做太子 将来继承皇位 一代代的继承下去 然后让其他的儿子去做藩王 镇守各地 他们朱家家天下多牢固 虽然有人说 你这么做将来叫做强之弱干 你这个树干弱 你外边那个支子强 但是大家知道 它毕竟是一个有计划的这样一套安排 如果这个安排不出事的话 他按部就班的坐下去 至少朱元璋在世的时候 这些东西他都可以给布局布好的 可是突然之间 太子死了 太子一死 他的计划全部打乱了 那怎么办呢 还得再立一个新的接班人 选一个新的接班人 什么人有资格来做这样的一个接班人呢 他的儿子 大儿子死了 二儿子 三儿子 儿子里边选一个 可以啊 还有一个办法 大儿子死了 大儿子的儿子 里边继续选一个 也可以 所以说呢 有资格成为新的皇位的继承人 叫皇储 朱元璋的接班人 有两种人有资格 一个是朱元璋的儿子里边的人 一个呢 是朱元璋的孙子里边的人 那么朱元璋 到底是选谁呢 选谁更合适呢 他很费心思 因为咱们中国呀 大家都知道 按照我们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制度 它叫敌掌继承制 敌掌子继承 当然也不一样了 比如到了清朝 大家都知道 清朝它不这样 它有个秘密立储制度 可以在他的儿子里边选最优秀的 不一定是年岁最大的 什么嫡出啊 长子 它没有这个限制 可是呢 汉族建立的政权 它的这个传统 要坚持帝长 在朱元璋的这个心目里边 他是认定了这个敌掌继承的 所以 朱元璋选自己的长子做太子 大家都知道 他也不是马王后生的 他不是啊 是李淑妃生的嘛 秦王晋王 他们哥仨都是李淑妃生的 燕王和周王 这下边的 这是我们讲过 是一个蒙古的一个妃子 叫公氏 他生的 所以呢 也不是叫敌掌 但是呢 都说是马皇后的孩子 所以也就勉强就算是 这敌掌制吧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坚持敌掌继承 那怎么继承呢 敌掌继承有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一个叫胸中敌极 还有一个呢 叫父死子继 都可以 都对 但是一般的来说 什么情况下 胸中敌极啊 是哥哥没有孩子 这样弟弟呢 来接替 如果哥哥有孩子 就不用胸中敌极了 就可以父子父死子继了 那是当皇帝 这个时候太子朱镖 他还只是个太子 他还没有当皇帝呢 他自己只是一个皇位的接班人 那么换一个人来做这个皇位的接班人 那就不一定 说一定要父死子继 是吧 因为真正的皇帝还在嘛 他可以在他的儿子里再选一个嘛 这件事情呢 使得 朱元璋啊 非常费心思 在史书上啊 有这么一段记载 这段记载啊 很有意思 说啊 这一天呢 朱元璋啊 就对群臣 下边的大臣 就说了 说 我觉得我这个老四啊 这四儿子 很出色 现在呢 他哥哥不在了 这太子不在了 我想啊 立我这个老四做太子 有这么一段记录 记在什么地方呢 明太祖石路里面 真正的证实里面 有这么一段记录 这个 当时大臣里面有一个 学士叫刘三乌 这刘三乌就说了 说陛下你要这么做的话 将至秦晋二王于何地啊 你这么一来的话 他还有俩哥哥呢 一个秦王 一个晋王 给他们俩放到什么地方去啊 就让他卖过他的哥哥去当 这个皇位继承人 朱元璋听了怎么办呢 叫做地不及对 他没有想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大哭而罢 于是就大哭 就算了 这条材料肯定是假的 虽然写到正史上了 朱元璋是什么人呢 一个开国皇帝 向皇位继承这么大的事情 你想他从一当了皇帝就开始布局啊 该当太子的当太子 该当藩王的当藩王 该杀功臣杀功臣 整个一盘旗布置的这么严丝合放 虽然中间突然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出现这个问题 他就得考虑怎么办 连这都没想好呢 就先说这么一句话 然后让大臣们一句话一反驳回来 就大哭而罢 这叫什么开国皇帝啊 这不可能的事情 居然就给写在正史里边了 编的都不像真的 可以说肯定没有这回事 因为这个 朱元璋啊 在这些问题上 他是一定有他自己的非常非常深的考虑 只不过这个事发突然 他要费些心思 他不能马上决定 他要想一想 那么他 怎么想呢 他到底 在儿子里边选一个 还是在孙子里边选一个呢 这个问题啊 咱们下一次再讲 谢谢大家 费尽心思传荣位 惊心不举身后事 英明一世的朱元璋 为什么到头来重刮挪斗 红运当头技大统 强之弱干藏危机 幸运无比的黄太孙 为什么整日里忧心忡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明史随会会长商船先生 继续为你讲述 永乐大帝第七集 重刮得斗 敬请关注